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选择了当老师以后 我们的posting是由教育局送的 因为违星只有 金家炉只有一间华小 这样直接就回来违星 我一带在违星就34年 所有的孩子都是成功 我觉得每一批都很可爱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生她眼睛很美的 那时候我就想 我天天就她在读一年级 因为我早期都是教一年级比较多 我在一年级大概七八年 一直在那边 所以有一个小女生她眼睛好漂亮 我怀孕的时候我就天天看她 结果我的儿子出来就像她的眼睛那么漂亮 现在的四层楼以前是老师的宿室 专门给外地来教书的老师 但是因为我们学生增加了以后 我们需要课室 所以就在建了四层楼 过后学生还是增加 我们把公用的厕所 我们把公用的厕所 就是在现在的教师办公室 和最新的一block 之间那有一棵大树 拆掉了 就建了篮球厂给学生活动 目前的最新的一个那一棵 是拆了半层的 可是在建好像是三层楼 过后在董事部 家教和校友会的支持 然后我们就在陈岳辉楼的旁边 有一个招者地啊 通过达度去申请 我们得到了那一片地 就建了现在的礼堂 度水秒礼堂啊 我们开始 我觉得以前的课本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而系统化 我认为啦 我个人的感觉 很simple 很简单化 但是小孩子可以狼狼上口 现在就比较复杂 他现在是比较注重生智 我要教一年级几百个生智 二年级要懂得多少 整千个生智 所以以生智为主 我们以前是生智和课文 球一个单字拍球 然后你动作了拍拍球 走我走这样很简单 但是你已经有了语文的基础了 我呼吁所有的同学 微信的同学 还有我本身的同学 都会来参加这个1515的消庆 新联系深爱为新